那我們接下來看比較難一點點類型的題目 那其實這種題目是針對很多同學的一些疑問 他說從積分利用疊積分的方式做運算就可以了 那你到雙重積分的話 我們利用疊積分的方式有兩種做法 可以先固定Y先對S積分 或先固定S先對Y做積分 那如果是三重積分的話 那由於是一開始有三種選擇 第二種有兩種選擇 所以就變成最後猜出來有六種情況 那我們只要能算得出來就好啦 為什麼要全部都要試著練習 是說把同一個集合用其他的表示方式表示出來 原因就出在此 我們在先前有提到過 有時候你去做一個什麼 從積分的運算之後 利用疊積分的方式做運算 直接積 比如說你先固定S先對Y做積分 或者是先固定Y先對S做積分 他可能是怎樣 不好積 甚至你不會積 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會變更怎樣 所謂的積分順序 所以在三重積分 你有可能遇到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三重積分 他說積分的這區域範圍R 是一個什麼 一個拋物面跟平面所構成的這個範圍 就是我的積分的區域 那麻煩你幫我去運算這重積分該怎麼辦 那我們以照先前的方式 雖然它是一個規則區 不過我們一樣 先把它用集合的方式做表示的話 事實上工作已經完成一半了 所以 我們就把這積分範圍給這樣畫出來 畫在一個三圍的 立體空間上面 那由於是什麼 Y會得X平方加上Z平方 平面Y等於4比較好畫 就是Y固定為4的話 所以切出來是一個平面 那Y等於X平方加Z平方 其實這種問題 我們在先前在講多變數函數的時候 事實上就大概有介紹過 這種題目該怎麼畫 那你可以是什麼 Y等於定值 比如說 0啊 1啊 或者是4等等 你發現說 我們去用等高曲線 去把它這樣畫出來 它的每一圈每一圈等高曲線 畫出來都是一個圓形 一圓形 最後到Y等於4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 半徑為多少 為2的一個圓 圓嘛 欸對吧 所以你發現說 怎樣的一個立體圖形 橫截面會是個圓呢 事實上它也是一個 成為一個泡物面 所以畫出來就是什麼 這個藍色的這樣 這個區域 就是我們的積分範圍 R啦 好 那我們積分的這個範圍 已經出來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的工作是什麼 把這區域範圍 所以用長集合的表示法 表示出來之後 一樣 從積分 利用疊積分的方式做運算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來看看 這個區域要怎麼做表示咧 那我們 不防是這樣 Y如果等於X平方 加上什麼 加上Z平方的話 把它分上半部跟下半部好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那種 面對到這種問題的想法 Z是從哪邊到哪邊 是上半這個曲面 到下半這個曲面 所以一個一項之後 你會發現說 Z會等於正負 根號Y-X平方 正的根號Y-X平方 就是上面這個曲面 那負的根號Y-X平方 就是下半這個曲面 所以上面的曲 Z是介於上面的曲面 到下面的曲面之間 那我的 另外的X跟Y 是介於哪個範圍之間呢 你發現說 當我上下的曲面固定的情況下 那只剩下XY平面上的這個 這個範圍 我們決定就好了 那你發現說 上下OK之後 那XY呢 你發現說 它呈現在XY平面上的這個投影 會呈現是像什麼 這種樣子 是一個什麼 拋物 拋物線的這種樣子 這邊 那由於我們Y限定是4 所以就切下去了 所以以XY平面來看的話 它呈現的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上拋的一個平面 是這個平面 所以你發現說 哦 那我們只要用集合的方式 敘述說這個平面呢 你會發現說 我們怎麼做 哦 這個藍色的這個區塊 X是介於哪邊到哪邊 X是介於-2到2之間 Y從哪到哪 從這個底下的拋物線 射到什麼 上面這個水平線 也就是 從Y的X平方到Y的4 因此你會發現說 哦 原來如此 這個 事實上我已經把它 這個藍色的區域 用怎樣結合的方式 都表示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從積分 就利用疊積分的方式做運算 那我們先固定X 因為它是定值到定值的 復活到2 Y從哪到哪 拋物線到水平線 所以X平方到4 最後Z是從什麼 下半的這個曲面 到上半的這個曲面 所以是什麼 就是 負的根號Y-x平方 到正的根號Y-x平方 那接下來這個積分怎麼接 對Z做積分的時候 你發現說 有平方加平方 放在開根號裡面 所以這積分的方式的話 我們單獨來看的時候 你發現X是作為常數做看待 所以這題目我們想到的是用什麼 先前我們介紹過的一些積分的公式 或者說你直接聯想到 就是所謂的三角代換法 那以下就是用三角代換法 所自換出來的 最後最終的公式 積分 更好U平方加上A平方 A是一個給定的定值 對U做積分的時候 你發現說 我們直接把公式給各位 這個我們會積 所以這個的積分 你會發現說變成怎樣 裡面做積分的話 我對Z做積分 那我們就拖用公式就好啦 所以它就變成什麼 這個樣子 這個積出來 對Z做積分 我們積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那再帶Z從負根號Y-S平方 到正的根號Y-S平方進去 那帶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喔天啊 變成一長串 我的媽呀 這怎麼辦 變成這一坨 加這一坨 減去後面這一坨 我再對Y做積分 這時候你對Y做積分 你發現說 哇前面亂七八糟 這個亂七八糟 這個都亂七八糟 對Y做積分 雖然X作為一個常數做看待 你反正說對Y好不好記啊 事實上一點都不好記喔 所以你事實上有個難度在 那既然在這邊有個難度在的話 你不可能繼續硬碰硬嘛 因為像我們在面對一個積分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程序 是什麼 看看基本公式有沒有背過 沒背過就用變數變換 變數變換變不出來 那如果還都不能做的話 就看看這題目 是不是一些特殊型態的那種積分的類型 我們再選定其他的對應方式 那直接積不好積 而且前幾種方式都失效的情況下 你發現說 哇那該怎麼辦 既然這樣直接對Y做積分是不好積的情況下 那我們選定說 由於它是個重積分 我們利用疊積分的方式做運算 不如咧 我們更換積分順序 搞不好就會變成很好積了 所以 因為它的這個積分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所以我們就選定 決定更換積分順序 原本我們是什麼 先固定了誰 先固定了X 再固定Y 我們先怎樣對Z做積分 但是這樣積分的過程中 事實上不好算 所以我們就這樣 選定用其他的方式來做啦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咧 你發現說同樣這個區域 藍色這個區域 V 我們可以怎麼做表示 那你發現說我 如果這時候先怎樣 先對Y做積分 你發現說 Y是從哪邊到哪邊 Y是從這個 拋物面 Y是管左右的嘛 所以是這個拋物面 設到什麼 Y等於4這個平面 那這樣OK之後 YOK的情況下 那只剩下什麼 XZ上面的那個 投影就好了 那XZ最大最大的 就是看這個圓就好了 所以搞不好會比較好積分喔 所以我接下來就看 是你要固定X 或者是先固定Z 隨便 做假設就可以了 因此咧 我們這時候想法就是說 如果是先 先對誰做積分 先對Y做積分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做喔 所以 那我們這時候咧 就來看一下吧 這時候我們積分的範圍 我們大概從這邊來改一下 由於投射到XZ平面的情況下 那所以剩下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圓 投射到XZ平面上 所以 這是當什麼 Y等於4的時候 X平方加Z平方等於4的情況下 那所以我實際上 也可以知道X跟Z的範圍 那投射在XZ平面上 它是一個半徑為2的一個圓 它既然是一個圓的話 那我們 應該是可以把它用什麼 用幾座標的方式 表示出來 事實上會比較好做一點點 先看看Y是介於哪邊到哪邊 Y是從這個泡面到這個平面 Y等於4 所以它就變成X平方加Z平方到4了 所以從積分 利用疊積分的方式做運算 我們把它拆解出來 那接下來 內層呢 事實上這會不會比較好積 會的 它事實上比較好積 因為它對Y做積分 XZ是作為常數嘛 所以對Y做積分 補個Y就可以了 事實上它就很好積啦 所以這邊積完之後 你發現說它會變成什麼 這個樣子 變這個樣子之後 接下來怎麼辦呢 面對到的是X平方加上Z平方 前者呢 X平方跟Z平方帶同樣的符號 所以我們事實上也可以做提速的動作 它變成X平方加Z平方 我們可能選用的是用什麼 直接用極座標轉換就很好做了 或者說如果不好做的情況 你在聯想上用三角帶換的方式 可能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這區域R就是我們什麼 投影在XZ平面上的一個怎樣 半徑圍2的一個圓 我們就直接呈現給各位了 因為你發現說 你Y是介於這個曲面到這個平面之間 那XZ是介於哪邊到哪邊 其實就是這個 最大範圍就是這邊嘛 所以就是長像是這樣的一個圓 當面對到圓的時候 我們使用極座標是最好做的 所以我們就令什麼 在XZ平面上 X-Rcosθ Z就變成這樣 Rcosθ 這時候R是介於-2到2之間 那我們的θ是介於0到2拍之間 所以原本的這個式子 事實上我就已經可以做了 從積分 利用疊積分的方式去做運算 那這邊我們先對內層做積分 對Y做積分 積完之後呢 長相變成這樣啦 這時候我們再怎麼辦 剩下對Z做積分 再對做積分 那這時候我們再使用什麼 極座標的轉換方式來做 就很好做了 所以X平方加Z平方 由於X設為Rcosθ Z 另為Rsinθ 所以這個就變成這樣 4-R平方 但請注意喔 我們極座標轉換的時候 會乘上一個什麼 會再補一個R 所以這邊有個R 那X平方加Z平方 也就是怎樣 R平方開根號 所以就出來是R了 所以抵R抵θ 這個對R做積分好不好記 當然好記啊 R乘R R平方 乘進去之後 你發現對R做積分 一如反掌 帶上下線 兩者做X 那最後就變成一個 單變數函數的積分啦 所以我們對θ做積分 事實上也是很好做的 所以一擊補個θ 上下線帶0到2排 最後答案15分之1 28排 雖然你感覺上 這個整個流程是一個大工程 不過事實上 它種的是一個怎樣 一個概念 為什麼我們先前要學到 學會那麼多 不一樣的積分順序 最主要就是來應付這種問題 當你直接選定一些積分順序 雖然你的做法是對的 敘述集合的方式也是對的情況 但是你在過程中 事實上會變得怎樣 有可能會不好記 甚至你不會記的時候 那你就怎樣 立即做轉變 我們變換積分順序 有可能就會變得很好做了